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Hello 星期三 大家好 終於星期三 這個星期都快了 但是這個星期 今天呢 雨很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的 就是昨天晚上 看到澳門停貨 珠海停貨 作為一體的我們 本身在想 會不會今早有機會 有些惡劣天氣呢 不會啦 起床的時候 哇 陽光泡照 你真的不知道是陽光泡照 什麼 上班叫她單傘的 我想說我沒有帶傘 但是 是毛毛魚 是小小的 因為我家很好的 一下去 其實我就是出土 出土下去樓下 其實都不太看帶傘 OK 那 明天應該是 好像四月四、四月五 會更大 就是明天 大家記得帶傘上班 明天也要帶傘 是啊 大家 那 市場跟天氣好像不太成正比 本身打算今天市場會低開 因為昨天看到ADR也差一點 但是 回到來 市場又慢慢高走 其實這兩天都是低開高走 其實兩天都是這樣 昨天的跌幅 其實最後都收窄了很多 是 那現在又去兩萬點的工房戰 哇 好像 好像 不懂看 真的不懂看 正在夾著 夾著 夾著 因為其實 之前來到這裡的人 就在看會不會下 一萬八千 對 一萬九那些 這個很甜 之後就 什麼 因為我走而哭 這麼大 天也哭 大家好 Jack 一百一百點看 第一次見 說一下 一百一百就是金 金 金 這期是差一點的 其實不止金差 其實很多大眾生物都差 是啊 雙品全部差 你有沒有貨 如果你有貨 我覺得如果有貨 就不用走 沒有貨 現在也不要入 有貨 我覺得可以捱一下 也下來了 Jack 你說一下 如果你有多少錢有貨 你告訴我們 我們再聽 如果沒有貨 我就不會現在買 現在買 不過你看它都創越低 你看大眾商品的 走勢 七元 他說 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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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如果你去平手 我覺得可以先走 可以先走 是啊 這樣 今天看一看 事 今天講故 其實都 好像Alex 剛剛說 都是有些夾 你看到 ATMHJ 全部都升了 最漂亮 應該夾得最漂亮 應該都是3690 3690 有時候夾得很狠 是的 好像沒有事發生過 又是回到一個星期前的二萬工房墊 這個星期又好像 不要覺得 其實都是那兩天 還有兩天 是的 因為 交易日上也是少的 這兩個星期都是四天的交易日 突然又回到二萬工房墊 剛剛Alex說 之前還在想 會不會回到一些 一萬八千 二百 那些位 做個雙底 然後才上來呢 我們昨天都說 如果距離一萬八千二百幾 其實還有一段距離 有些擔心 但是兩天 其實都是講 昨天的下午市 又夾 高收 剛剛又夾了幾百點 又上回這兩萬點的位 很多創仔夾 沒有什麼原因 只是夾一下 又說沒有好消息 其實港股沒有什麼 自己的消息 其實都是看回 這個很搞笑 其實今天我有看一個 就是之前 之前摩根出了一個報告 曾經就說過 就說中概股是 建底 不是 他之前說過 有份報告他就說過 中概股是 不移投資 是 你有聽過這個報告嗎 經常都有的 經常都聽過 經常都有的 然後他昨天就說 原來是搞錯了 所以絕口風 搞錯 但他怎麼說他搞錯 怎麼搞錯 他就說 他本身 在內部就談過 他們的行人 會很緊張 用什麼字眼去表達 他那件事 用字搞錯了 對 對 就是這樣說 他就說 不可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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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們溝通錯了 押紮整 我跟他溝通 上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不是這個意思 接著就說 對不起 對不起 對 大摩是這樣 打錯字 對 對 真的搞笑 很多創仔夾 對 很多世界估 今天 全城都看 看這兩隻 8078 8079 8079 就是賣給蟲草大王 你們知道誰是蟲草大王嗎 給阿李飛的那個 大家全部都不認識 本身不認識他的 不認識他的 但全部都是講阿李這段話 對 不過阿李真的挺正的 這個年紀 你幾歲了 30多 30多 阿李真的保持得挺好的 今天 8079夾了一倍 順帶 8078一起炒賣 8079 你看到他的排盤比較疏 你見到8079 就疏了一點 但是8078 那些排盤很密 很多人已經8079 升了一倍 轉場 轉了8078 去炒賣 3690 又彈回 撿回一隻 這樣就好 但是 子龍你依然在中概 古道戶 徘徊 有空有賴 子龍有蟲 不要緊 半多 中盛 對 半多中盛 OK 因為最近我田育之龍 都在不同的節目 都在娜姐那裏 有一個講話 記得昨天那個 有留言 3090 大鑼 類似 今天他現在又開心了 是 OK 3690 3690 今天挺漂亮 沒有 本多中盛 不止他 其他科技股 都可以彈一下 之前跌得多 今天就彈得快一點 不過最漂亮 始終都是美團 京東的圖 有點怪怪的 對 他跟其他不太相似 對 不相似 但是 他一向都不太相似 是不是 就是 人家大跌 他又不太跌 大勝 他又不太相似 對 之前就派了 騰訊 就派了京東出來 之前人家都以為他走得差一點 相對 他的圖是否跟其他 好像沒有那麼差 他那一刻 好像是 這一刻是夾得低一點 就是 這裏 差不多 又不是真的駕駛很遠 但他可能已經很低 對 他已經很低 對 還有車股 今天車股也走得漂亮 2333 今天 今天 就在低位上 8%上去 1211 全部都漂亮 2121很漂亮 今天 不過也是跟過市夾 還有可能 又澄清他那件 什麼流鼻血 他澄清了 對不起 他好像說 他不是澄清是 他告 他告他 OK 就是 我們不關我們事的 那些 就是 起碼他不承認 不是 不是因為他們的孤怜 去造成 OK 還有一個 就是 有沒有看譚德塞出來說話 沒有 他就說 中國的清明政策 就不可持續 首先 譚德塞 即是世衛總幹事 是他們那邊 一向的人都知道 譚德塞和中國的關係都較密切 因為之前 一開始 武漢傳出來的疫情 之後 譚德塞 就用了很多 的 手段 就是幫中國說話 這樣 然後 今天 譚德塞 就突然批評中國 那個防疫政策 就是說 他這樣清零 其實是不可持續 首先你作為一個 世衛的國務士 通常你說 不可以持續 因為你是 可能看經濟 或者看人權 或者民生 那方面 你會 多點 但是 突然間有一個 世衛總幹事 說出來 你突然覺得很奇怪 這件事 他可能覺得 這麼多國家的經驗 得出來 他就 叫做持平一點 覺得清零是不可能的 就是 很難做到的 他就這樣說 但是 也有些人 又說 會不會 就是 中國大陸都想有個 下台街 就是透過譚德塞 放一口來結束 哦 是 是啊 都不出奇 大家都在觀望 就是因為 你知道 如果他繼續 他的清零政策的話 你影響到是很大的 就是 你在說 人就這樣問真 通誠 通誠 供應鏈 影響供應鏈 就是全世界 被他這樣 叫做搞了 巧起了 是啊 你看到 就是 Tesla 在不同的中國 不同地方 都有一些叫做工廠 你看到 很多不同的車廠 其實全部都在大陸 很多廠 那 最後供應鏈 會不會真的有問題 或者最後封城 會影響到中國經濟呢 那 這個 我猜是 很多人都會 打個問號 還有很多人罵 主席的清零政策 就算 其實內部 都很大矛盾 是的 他們自己內部 都很多人罵 可能 就像你所說 真的要下台階 就是 找個藉口 不然 他沒有原因 不清零 會很差 說真的 他現在 他堅持了這麼久 他就算現在說不清零 其實這段事情都差 你搞了這麼久 你每一次都強調 清零是必須的 動態清零 就不同清零 動態清零 每一次會為風小區 原來你這麼快 你現在的我 就打倒昨天的我 你作為一個政權 你都很難說得過去的 即使譚德塞幫你出來 給下台階 但是這幾級下台階 你都小心閃了 說真的 是 政策失誤 不知道 不敢說 那最後會怎樣 大家都不知道 不知道 是 風 風就雪不風 而且也是 經常都彈的影片 周時都看到 就是在那裏的影片很恐怖 又說 有些人在他們的大廈 不知道為了想走 自己 自己拿一些布 整條 把梯出來 為了逃走 真的 這些是不是大陸才會 即是 香港你經常都違風強檢 整天樓下都有一些衛生處 都沒有這麼瘋 真的有片 真的不是假的 為什麼他會想走 可能很辛苦 因為他中了 不知道 可能運了 運了太久 你在香港看 都有一些刺線路在那裡喊 他找一條命薄的 是 捉過彎的時候 也有人說 要在裸地 然後裸地之後 對 可能有一次 他被人逼到爆炸 撐不住 可能會做一些癡線 挺可憐 是啊 所以就是物極必反 其實清零的定義 一直都在變 是啊 其實已經不是清零 動態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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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不過Elon Musk 他說 這幾天 跟中國政府有些聊天 他說 對中國的封控措施 很有信心 他說很快就會迅速解除 這個是Elon Musk 自己說過 因為他說 他都知道很多電動車的零部件 比如在上海都有工廠出 然後他說 他跟中國政府進行了交談 他說 不用擔心 那些封控措施 很快就會解除 他還說 暫時 雖然不會在中國開更多的廠房 但是 上海的廠房 他會繼續擴大 他也補充了 他都說 中國都是一個重要的市場 他說 遲些 中國的市場 應該會佔Tesla總體市場 大概三成 最近 Mars哥 出來說話 很害怕 對 他跟俄羅斯也有很多話說 對 很多話說 對 他又說 如果我死了 怎樣怎樣怎樣 又說解封 誰 昨天你很搞笑 刀仔那集 刀仔那集 刀仔和O 那集 突然有一個聽眾 然後說 死了死了 然後在chatbox說 Elon Musk Elon Musk 可能被人暗殺 然後他說 他買了很多Tesla 然後說 可不可以給心靈雞通 然後 然後說 很擔心Elon Musk 會被人暗殺 對 其實都說 其實他都擔心 他都覺得這件事 都未必是不可能的 就是說 俄羅斯 一些這麼大的 政局層面的事 你出來做家倆 你會不會很危險呢 之前 阿巴摩奕治 都曾經被人 被人下毒 喂 那你 Elon Musk 是否真的沒有風險 如果你出去 你知道Elon Musk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角色 之前是 Starlink 是 我覺得Elon Musk 如果在這件事 繼續有一個這麼大的角色 其實他都相當危險 殺他 不到的 就是他騙不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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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 隨時飛過來 你兩架打黑 哈哈 你叫狗黑 但 又這麼說 他也是首富 我相信 個人安全 都應該是 而且 阿德仔說 他是完全沒有保鏢 哦 阿德仔昨天 他昨天就用兩個人去 他昨天就用兩個人去對比 就是說 Facebook 豬黑白隔 他都大 例如出街 牌場都很大 真的一排人 但是Elon Musk 真的完全 Facebook 那個 豬黑白隔 他好像是 有人說 那個神派有點假 有人說是二次機械人 不是 哈哈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新聞 沒有 就是AI 因為他覺得他對比他之前 OK 他說他的眼神 什麼耳朵 我看過這個新聞 剛剛寫給你看 都市傳說 神經病 寫給你看 好好笑 喂 哈哈 真的 不會迫真到這樣 不要這樣說 我看過這個 嗯 看過這樣 《秦光》 誰是《秦光》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中國的 我找到給你看 《蜥蜴人》 OK 好 我覺得應該不會 不會 似成這樣 好 是 我找給你看 看看我能不能找到 OK 好了 這樣吧 之後就 今天講了什麼題 沒有 其實也沒有 有的 有個 昨天不是說 抖音 想上市 是 然後 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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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 高開了 嗯 是 主要是因為 現在那個 市道不好 所以 就算抖音 想上 也不會是近期 來上 起碼要是 夏年 可能 這些原因 大家又湧上去 快手 今天有這個因素 所以升了 這樣 還沒有新年看影片 我會有的 其實我看了 我自己看了 我們已經在搞 放心 即是可以看 搞不定 搞不定 不是 不行 總之 這兩位會有的 放心 這樣吧 接著講股 其實最後 講完一點 我們就進去美股 其實昨天美股也有 大佬 可以先說 我覺得美股不算說很多話 你繼續說 沒有 昨天也有 你說 曾經升過 500多點 最後又要轉跌 是 沒有 昨天也有債息 看到債息 又回落了一點 是 落了3 以下 今晚又會出一些通脹數據 是 CPI 大陸今天出了 CPI 好像是2.5% 跟美國的相差很遠 一會兒 也可以提 那 講股 今天可以再看 韓運股 看到波羅的蓋子數 創近5個月新高 你看到5個月新高 但是 韓運股 能不能跟進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 之前已經升了 可能 Trice已經升了 沒有怎麼動 你看2.3.4.3 不過市場這樣 其實也算是一個 相對高位 simplemente已經是一把 韓運股 你看看 新高致的 Roma 1919和316 cor平衡 HK 真的相差一點 對 1919已經最差 如果是韓運股的話 是的 韓運股近來都少了 FCX 昨天 早上一定說要ighs 暫時夾了上來 但你說是不是夾了 我真的不敢說 你真的日升日跌 昨天還在想要是否做個雙底 但今天夾了上來 二萬工房墊 看看今天收市可否站到二萬樓上 其實我們港府也沒有太大的方向 我們都是投降的 但也不算有登到港府 我們只是說而已 沒有說過方向 港股是沒有方向 因為港股已經到達這些位置 真的日升日跌 消息主導太強了 你也不會貿易去選邊 是啊 沒有什麼好消息 沒有什麼評論 我們去美股吧 好嗎 他說是跌燈 1919 1919 剛剛才說 1919 那不關我們事 這個不關我們事 這個不要罵我們 1919是散戶最愛的 對 你沒有辦法 還有你又相對沒有那麼光 給你衣服 每天開一些HIGH牌給大家看看 今天 這些就是跌到混蛋那些 對 你本來跌了29% Unity 都是原語宗概念 對 遊戲相關 都是一些 盈利不太好 還有Coinbase 你之前都經常說 幫你打J 每次出業職都要打他 有沒有打他 昨天出業職我真的沒有 是啊 出了 那就比預期還差 那些營收的 其實真的 你看到監視貨幣 昨天我真的不記得 如果我知道他是做業職 可能我真的會回復 但我真的完全沒有看到原來出業職 其實都不需要他出業職 他都已經跌了 就是 82高位跌到72 然後盤後再跌到64 嘩 幾天跌了一半 82跌到64 幾天跌了一半 還有 其實昨天也有大件事 Crypto那邊 你看到比特幣 其實昨天曾經跌穿過3萬美元 一度曾經跌過29700元 但是之後會咬腰 到升了一點 去到32,000元 其實他跟高位跌了一大半 你說今天貨幣市場 一定不是旺的 最近 我見有些幣的朋友 都開始有些動搖 無論是虛擬貨幣 不同的虛擬貨幣 NFT 甚至虛擬市場 還有我們講的Sandbox 我猜 原宇宙概念 就是RBX 昨天也出了業績嗎 RBX 我不清楚 還有多少錢 Thomas Fund 二十幾元 那時候我記得 Calvin是七十幾八十 走了 現在二十幾 很瘋 真的沒辦法 這裡就是 原宇宙概念 一爆起來 就是這樣 那時候還在想原宇宙 就是TV出這個原宇宙 我剛才想問 我們出的時候 就是他想的時候 當時 你想想這裡的時候 當時還想到 原宇宙概念 會不會是今年的大主題 就是 每年都會找主題 一開始 我們人們經常都說 今年的主題 我們看看 娜姐 我們去講原宇宙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你找吧 我們繼續講 那時候我們在想 這一年的大主題 通常我們一年的開初 那時候就想 今年其實有什麼大主題 可以炒呢 那時候就想通脹是一個主題 那時候就想國企 有機會是一些主題 原宇宙 我相信當時大家都覺得 原宇宙都走不掉了吧 就是去年年尾 一二六三 柏林 全部炒到 痕痕痕的時候 原宇宙應該都是 這一年很大的主題 誰知道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是所有傳媒夾品 一起做出來的 就是很大的騙局 對 是一個很大的騙局 Gaby說 RBS 我從來沒有看過 其實我們都 從來都沒有怎麼看過 我們只是在FF 將來的 但我也沒有說看好 就是短期內 那時候 那時候都很多人賺錢 不過以我所知 哈囉 哈囉 巴斯給了一個主題 今年 我們還有一個下半年 大家覺得下半年的主題 會是見什麼 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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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太總統 這個很難錯的 說真的 要設定 要設定 那種 比較特別一點 你說加息 其實大家 你問街市樓下的豬肉佬 都有機會這樣回答 OK 豬肉佬很帥氣 是嗎 豬肉佬 是不是很帥 豬肉佬 我只看了他這裡 但他的眼睛真的不錯 OK 他這樣不錯 但除了口罩 都不錯 撿一下他 應該都不錯 對 還要撿一下 我不敢說 等一下 他還嫌棄 你還要撿一下別人 你當榮星 當然要撿漂亮一點 他只是豬肉佬 比較帥氣 對 我懶得說 你粉絲 人家的Facebook 有六千多人 口水都撿死了 猜猜我們Uptv 的訂閱 一定多過他 一定 一定多過他 不要說其他 我們youtube訂閱 應該多過他 六千多人來說 隨時你粉絲多過他 誰進來Uptv 沒有看過你 是不是 但我覺得真的很誇張 因為最近 不知道是不是 股票的主題 可能我們未找到 但今年的主題 我估計這幾年香港的主題 都是小鮮肉 可以 可以 看到街市豬肉佬 真的可以令你 很瘋狂 很瘋狂 其實那天 如果 剛才說 當日姜濤生日 當晚我是在銅鑼灣 很誇張 是啊 我是看到 我目擊他那架 電車在我前面 駛過 我想問那架電車 有沒有姜濤在那裡 沒有 我想問誰這麼興奮 有 他整天就是那架車在那裡 駛來駛去 整班人就是在等那架車 那他 真的很瘋狂 他駛過那一刻 整個銅鑼灣 整個銅鑼灣 這樣 然後 這架車上 有很多他的粉絲 拿著姜濤 那些燈牌 OK 大家好像很興奮 那些人已經說 姜濤灣 姜濤灣 已經是 姜濤灣 對啊 那時候 那個時候 我在那裡走過 然後隔壁就說 喂 駛櫛 聽到說 屁 кому去到金鐘 那些 金鐘來了 準備好了 我等了10分鐘 他真的 好像留浮山 等現在也還沒有 金鐘 結果就是金鐘 過了一陣子 但這些人真的很誇張 我記得姜濤的媽媽在銅鑼灣走過 有人追著她叫婆婆 神經病 已經去到一個點就被騷擾了她 挺好笑的 話說昨天MIRROR有一個官方的歌迷會 昨天推出了 我女朋友先出現 昨天什麼都不想 一出我女朋友就第一時間已經申請了她 她的會員是440元 會有一系列的應援產品 還會有一些 我猜她這次開過 我給440元她就送回 不是送回給我 是的 還有她公司的歌迷會 我猜她這次這麼闖絕去做這個歌迷會 跟她最後的演唱會有一些公開發售的票 我猜是有些關係的 一定的 她都戴了頭盔 她說如果你入了這個歌迷會 她就有一個買演唱會票的機會 她是說一個機會 哦 OK 那就是機會 可能她內部也要搶的 是 昨天我們有很多人討論 用言語去apply去MIRROR開演唱會 可能MIRROR只有12個人 香港是700萬人都想看的 我相信700萬人 我猜保守估計都400萬人想看的 即使你問 就算不是特別喜歡她那些 你問我你想不想看 想 想的 是是是是 那她就問她會不會在元宇宙試試看 真的假的 不是 這個很多人去提出這個 因為昨天看到張敬軒 是是是 好像開演唱會 是的 張敬軒昨天在這個補場 是的補場 是是是 張敬軒就說她在元宇宙的世界裏面 就 買了一塊地 然後就改了一個名叫Hinsland 那裏面有些什麼呢 有櫻花樹下的打卡位 有張敬軒的工人姐姐 有張敬軒工人姐姐做那個 噁心早餐 你們有沒有聽過她之前的噁心早餐 是的 是工人 所以大家都開始想 原來陸續續有人在元宇宙裏面 昨天 張軒就在元宇宙開了一個記者會 發佈這個sandbox 有人便開始想 遲些會不會是元宇宙演唱會呢 到時候如果大家都有元宇宙的硬件 那到時候未必 有硬件其實都可以的 是的 到時候好像現在這樣搶票 到時可能全香港 甚至在海外的香港人 或者不是的 你知道MIRROR是國際巨星 即是它在不同的亞洲 我猜是不是真的呢? 其實我不知道 還是別人吹到這樣 只是在香港 先去香港 先去香港 即是在外地的港人 都可以一起享受這件城市 我發覺永遠在元宇宙這件事 就是在這裡說 就好像很hyper 但是回看股價就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說的時候 就有很多憧憬 但是股價也是不行的 不過我也期望 遲些是否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應用多一點 在常生活裡面 即是現在說來講 都是說而已 都是看一些新聞 看看之前恆生 找了一個虛擬少女 都是元宇宙的一種 昨天說找史丹燈 就是這樣 看看之後元宇宙會不會 就是在日常生活裡面 拍那麼多一點點 不過演唱會 我也看過兩場 元宇宙演唱會 我們就是 Justine People 我們看過一齊 立過一立那個 其實那個不可以叫元宇宙 我們什麼眼見都沒有 整個網頁看它 其實也沒有互動的 對 也沒有互動 因為未必算是元宇宙 只差太條線 元宇宙真是一個條線 對 仍然是一個很未來的 我找到了 我們那個時候 19月30日 我們開始去那個 19月30日 對 去年 19月30日 11月30日 9月30日 9月30日 9月啊 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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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說完才升的 對 對 對 但是娜姐 先檢查一下 9月30日 會不會真的說完才升的 這條就是11月30日 但是娜姐 平時廣告的那個 娜姐那個 元宇宙那個 就是港都 RPAX Facebook 那種就是11月18日 哈哈哈哈 那9月30日 那9月30日 是說什麼 9月30日 1909 1909 哦 那也算是 但是如果你說 Exactly 元宇宙來集 究竟什麼元宇宙 就是11月18日 是的 明白的 11月18日 就是中間 高位 都是這樣的 傳媒 你們買不買自己想 昨晚林明禎 是的 昨天張敬軒演唱會的嘉賓 是的 林明禎 慘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想 這集 我們說一些美股 剛剛我們說了 昨天的優策 曾經升過500點 最後反覆回吐了84點 看到債息 就落到2.9幾的樓下 重房股裏面 Tesla Apple都可以升1.6幾的% 怎麼看呢 Alex 昨天就這樣看到市場 又好像升又升不下跌 又跌不下跌 去到這些位置 是的 又是去到一些尷尬的位置 昨天 射未 昨天射未 即昨晚射未 高開的 高開 有點低走 但是最後又上回去 其實都是很明顯 是沒有方向的那些 就是 廢話一點 今晚又是可升可跌的 不過都真的要 真的要 可能都叫做 CBI 對 真的要留意CBI 看看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就是這件事可以影響到 你要看 你要看他 今晚開的數字是多少 希望不要那麼誇張 通脹數據 要不然也很難有運 我自己是傾向人手去跌的 我自己是傾向人手去跌的 就是這樣 沒什麼說 整個倉都是佩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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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有沒有錢贏 昨天 昨天 昨天也有 昨天也有 昨天也有錢贏 這麼神奇 昨天我因為臨中途弄了佩套 但中途立刻 即是在高位再墜 好 OK 即是COLEN就是這樣 即是加了 被人夾的時候加了 然後再回到去 COLEN的目標很明確 是 是 信念很強 是 是 在高位再追到去 是 其實也有個 有件事說 就是 即是說一下VIX 這陣子的 很多人說的 這陣子的 有個 有個論調就是 都 這裏升了上去 VIX 即是都是紅方指數 叫做紅方指數 其實 很多人都計過 這條數 它升到 即是 怎麼說呢 在這個位 其實也算是高位 相對 怎麼說呢 它其實回了很多 在高位 但是 就是 夾回頭 昨天這幾天也算是有夾 即是 早幾天 那一刻 出完那個 意識紀錄 夾了之後 然後 昨天有些未夾 但是 其實呢 夾完之後 都還未回落到 安全一點的位置 即是 恐方指數依然很高 其實大家都還在傾向 正在想 有機會有大件事發生 即是 這個 這個VIX的 意識那件事 即是 即是 即是你跟不上指數 應該是有個反向 應該是 是的 但是 大家依然是很有戒心 即是 即是 可能叫做期待 這個VIX 會再爆多一下 上去 有個市場要倒下 才叫做 跌完的 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 跌完未 現在這個VIX 就好像在 Empire 其實還未跌完 其實你很難 就是 奇怪為何 這些人還這麼恐慌 或者 還這麼害怕 其實 很多 散戶 或者一些 叫做大型的投資基金 一些 ETF 其實他們 其實他們 其實這幾年是一個大牛市 我相信沒有人會 反對 這個是一個大牛市 真的 走過路過都不要錯過 所有人都當自己少年股神 連登都不乏這些例子 但是 可能這一個月 或者這兩個星期 我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例子 或者 甚至是一些 全球性的基金 他們都將它這兩年的 profit 影輸得七七八八 甚至 將它的本金 都有很大程度的輸在裡面 那你真的很難去怪他們 因為 就是這樣看 今天有一個新聞 就是講一些增長型的基金 就是講Tiger Global 你一講增長型 已經 已經知道 是 因為你剛剛也看到一些 Reric 看到那些 其實都是殘到差 到不得了 他就說 他在2001年成立 在今年頭四個月 輸了170億元 將它成立以來的 三分二的盈利 已經輸了 那去到一個 這麼多的基金 或者 這麼大型的投資基金 都搞成這樣的時候 那些散戶是怎樣呢 我相信 都很難比過這一劫 是啊 就是 當找不到指標 就看連登 大家都 這期都開過Post 說什麼 最近試過多少年 多少年 年薪 即是多少年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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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試過多少月薪 大家都在討論 這些當然沒有人 可能會出稅 我想跟你同一個Post 是啊 然後 有些人就開始在 有些人就在哭桑 有些人在這些哭桑的Post 都不忘 曬命 都不忘曬命 他就說什麼呢 升職之後 都是幾多個月啊 那些 OK 那 是 還有你剛才說的 在ARKK 都已經應驗了 其實他 就是 所有增長股 都是由這個2020年3月 開始升起的 嗯 那你 你看一下 ARKK 那個2020年3月 當低位33 那 都 現在都41 都是差一點而已 那其實 你說那些基金 都輸了 都不奇怪 因為 都由 ARKK 都跌回到2020年3月 那個位 那 是 說輸淺那包 20年尾 才識目 而已 是 這樣 不過沒辦法 所以你看到 剛剛的股票高 那些戒心 始終 不要說他們 我們都有戒心 你現在做的Post 其實某程度 都是反映著你的戒心 對事的戒心 所以 都是 其實真的 幾乎兩個星期 都覺得沒什麼 說 其實都是 跟大家說 都是 這期 避開了 這期 留些蛋藥 遲些 才再戰 現在都是 都是 輕鬆 度過去算 那種的 是啊 剛剛 Thomas說 可能 幾年之一 可能會磨到大家 收皮 是啊 真的被別人削弱債 是啊 到時 別人升的時候 你可能 剩下五成 錢 你去玩 你贏 你贏 也是 你現在避開了 所以好一點 Cash 都是輸的 因為通脹 是不是 沒有辦法 叫你抽六債 有沒有抽 對 放通脹 剩下通脹 再不是 Cash 不是Cash 兩個星期 輸兩個星期通脹 你之後贏 贏幾千分 都夠考慮 贏通脹 你們那個 18號 好像18號 即是下個星期 是啊 那就看看 不過算了 都是這樣 一千幾百 是 這樣 有誰不輸 納字 都跌了三成 木製 四十萬人 輸一年 沒有 我覺得投資市場 就是這麼根本頂白 到你下年 你出來 你的成長基金 真的好回來的時候 到時 Buffet就是抽雞 沒有 真的有 有一次 死老爺 對 都不是 他 他 他只是升慢一點 應該他 一陣子都沒有去到 抽雞之流 哈哈 一說起 抽雞 大概想說 說起 阿抽雞 他說什麼 他這陣子 昨天又有人 說他又發了 又發瘋 說什麼 他說什麼 我不省不起 都是說那些 就是 好像說美股見底 那些 人們說你收聲 那些 他昨天好像說 像你一樣 他經常被人說燈 那現在立刻說見底 那些人說 救救你 你不要出聲 你放過我的事 他昨天有說過 好像說那些 增長型股 已經跌得太低了 之類的東西 是啊 過幾年木姐變成我 過幾年才說 原來 炒飯說 他說 Crypto見底 Crypto見底 對 我記錯了 Crypto見底 不是 那 那就糟糕了 如果他這樣說 就 做了這些 其實他最近 真的沒有一件事 是做的 你找不到一件事 每一件事都做 他全部都做 甚至是他的操作 不是他的言論 他的操作 好像吃了糞便 所以都很糟糕 沒有 然後 其實 明天 星期四 迪士尼出業績 OK 今晚 看CPI 其實都是這麼多 OXY 好像是否出了 出了業績名 應該 今晚出了 OXY 應該今晚 OXY 又會出 然後 迪士尼也會出 大家都 不是 出了 出了 是 沒有什麼反應 你昨天很操作 沒有 我沒有 他超預期的 他的業績 不過 不算很大反應 盤後跌了1% 我也說 其實昨天 可能 那一棟已經 叫做反應了 那一刻 快先了 是 如果你要看業績 有什麼大件事 都是要看科技股 那些才會有 是 雜誌 星期五 你每天都問 我每天都等你星期五 是嗎 拆王那天是不是會封煙 因為 對 上次有封煙 不然只會有封煙 麻煩 這樣可不可以 他說你都不是女兒 我不打 是 那等我 等我來 等你 等你 希望拆王會打上來 祝福一下我 那今天 港股未估 還有什麼補充 我沒有太多操作 沒有太多操作 沒有太多操作 因為早一點 因為我 他們要搞一些技術 對 聰明錢都來了 待會 今天的瞬間營機球 會有兩位嘉賓 小白 還有聰明錢 也會在 今天就是這樣 星期五我們有封煙 星期五 記得打電話來 對 那幫八巡 你先來 我們和八巡合作 有十四天 免費試用 比起傳統 你就這樣 網上 那裏 只有七天 所以 如果大家想試一下 用這個霸材 記得 搜尋這個QR Code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問我 阿澤和霸材的CX 我們聊天 明天大家記得大姐 拜拜 拜拜